北京疫情目前已经波及到海淀、朝阳、房山、丰台四个区 并且有多个传播源头 20日 丰台和房山有两地 被划为中丰险区 目前正值过年返乡季 当局要求非必要不得离京 返回北京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还有民众发现 只要14天内到达或者途经北京市 行程码都被标记了信号 北京的话肯定得做这个核酸检测 还有可能限制它出京 天津出现之后 北京现在又被波及之后呢 它等于说就是要有护城河的作用 本地北京都不让出京 而且外地的北京它有可能也不让你出京 有星号的话就等于强制性的就不让你出京 就等于说封闭在北京里边了 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 令不少网友抱怨回家难 很多人发帖 表达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感觉很失望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王子珍采访报导